第十三集 麦大哥 你在做什么 我们今天梦想成真要找谁呢 这二十三在哪里找 二十三 二十三去哪里找 二十三好啊 二十三真字 二三 二三 烂赌啊你 干吗 我什么时候给你真字 二三 二三不是真字吗 我是说有二十三位校友找不到 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是要为我们的李玉生 来找他公教中学的 校友 你看 你现在在那边等很久了 赶快过去 赶快 不好意思 久等了 麦大哥 嗨 大哥 你好 不好意思 邀文教授 慢点 慢点 麦大哥 你在看什么 在看我 校友 对 这些是不是你们公教中学的校友吗 李大哥 这个就是你们2002年的 校友为聚会的照片啊 那李大哥 我很好奇 你们都已经找到这么多同学了 那我有什么独缺二十三位找不到 我们一共有133名 133名 对 那现在已经找到几名了 其实公教中学是一所很有名的学校来的嘛 对 那个是 哇 你看都是大人物啊 有头有脸的嘛 对不对 明成立旧的 其实要找校友不难的嘛 为什么还有23位找不到的人 已经50年 四五十年了 原因是因为有一些 部分已经离开新加坡了 或者有一些是已经 换了工作 换了工作 所以 突然间就 就失去联络了 对 那李大哥 什么原因让你又想起 要找回这些校友呢 在2002年3月底的时候 有位同学去世 那么突然间我很感慨地 就发现就问起其他同学 看看有没有一个同学的联络名单 那个时候同学的联络名单 有大概十多二十个 那么 才十到二十个 对 对 十多二十个 那么从这十多二十个 就开始找 慢慢找 找到现在的110个 找到现在的110个 对 那么到了一个瓶颈了 瓶颈 对 就是怎么样也找不到了 所以你就想透过我们 黄金年华的梦想成真 看看我们有没有办法 帮你们找到那个23位的同学 发挥那个功能 对不对 对 试试看我们的工地到哪里 那李大哥 你在学校 一定是领袖来的吗 不是 一个导弹鬼 一个导弹鬼 全部导弹 对 他也是导弹鬼 我们都是不是省油的人 所以你就负起这个人 去联络同学 发起这个校友会的组织 就把所有同学长回来 这个同学们大家都 那大家都很踊跃地参加吗 对 有参加 那间中有没有发生一些 有趣的事情呢 有两个同学 很有趣的 有两个同学在巴士车上遇到 怎么样 人这么有趣 想来听听 我从我的家里大巴士下坡 他也在巴士车上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 就是脸还没有变 脸没变 都没变 脸没变 对 徐庆同学是在巴士车上 下坡的时候 他也吓一大跳 那你看到他 你不是 我刚刚 我带子里面就有一份 每次我出门的时候 我带子里有一份我们的 通信的地址 联络表 所以就交给他 那么另外一个是山东老 好 他的声音很响 我从我的家大巴士下去的时候 如果我碰到他 他刚刚来新加坡 他住在墨尔本 如果我那一天没有碰到他 就找不到他了 因为他就回去墨尔本了 真的是有缘的千里来相会 无缘的对面都不相识了 我看你大哥现在说起 那个往事就很幸福 很开心 很开心 大家在一起就真的很开心 现在每年都有一个聚会 每年一次 就是我们的工作中会下午会的 11月13号 那其实有一些旅居在国外的 也会回来 又会来 回来 所以我们现在是 有些住在加拿大 有些住在越南 有些住在马来西亚 中国 都各分钱团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你认识那23位校友 还是你有朋友是公交中学 在63年到65年次毕业的话 那你通知他们 写个信给我们 让我们光为你大哥梦想成真 好不好 那写信 记到哪里去呢 记到花拉路邮政信乡108号 新加坡邮区912804 黄金年华负责人说就行了 希望观众朋友 还有那23位校友 你们一起回来 我们也帮助你大哥 把那23位校友 一起回来团聚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谢谢